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著名的麦哲伦海峡 也是一个在行程之前就让我们非常激动的地方 或者说是一个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那船长介绍一下麦哲伦吧 麦哲伦海峡就在前面三百海里的地方 五百年前麦哲伦开启了欧洲航海的新时代 欧洲的航海时代 五百年后我们用同样的交通方式 走了同样的路也到了这里 但是我们和麦哲伦有一点不同 麦哲伦是自个儿走的 麦哲伦是在五百年前完成了首次的环球航海 来证明地球是圆的 大海是相连的 那五百年后我们用相同的交通方式 我们能证明的是我们的爱情和友情 我们是要开帆船去南极结婚 可能这就是不同点吧 不管怎么样 对于麦哲伦来说 当时五百年前是他的大航海时代 那对于我们来讲可能 这一年就是我们的大航海 对于麦哲伦来说 对于麦哲伦来说